晚间下班时段闹去大马路车流大 其中这辆机车一路往左偏 最后撞上隔壁车道的重击 两名骑士报警等待警方动场 后续演变纠奔 这样骑然后左脚这样 我现在是无法跪 肇事骑士吴先生出面受访 哽咽诉说当天他载着女性有人 本家途中出车祸 边讲边发抖 忘记甚至是没有那个机会 我自己失业了好几年 我自己过生活都有困难了 那我也很想要 我知道这是我的错 我也很想要去赔偿 还原这起事故就在新庄中正路 捷运投钱庄站出口旁 根据车祸出判表来看 吴先生变换车道 没打方向灯撞上重击起事 事后被警方开出一张违规罚单 事隔五个月他出面求助 怎么会变这么严重 为什么会想要上网求救 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的工作损失变成四十万五千块 他说他是自营业的 然后精神赔偿到十五万了 什么神经压迫长期复健费 求偿两百六十八万 两千两百三十八块钱 吴先生提供他跟重击起事的简讯对话 重击起事本控说从来没有感受过吴先生的诚意 声称自己受伤到现在 晚上都因为脚痛要起来好几次 伤势没有好转 还说本来能走能跳 被你这么一撞不能工作 不能照顾家人 家计都要给家人负担 强调自己并没有要求庞大的赔偿金 如今双方互告过失伤害罪 各说各话 重击起事 只回应一切交由 司法定夺 东线新闻社会中心在新北市报道 来一步 谢谢大家